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船头点点目尖有理由航尽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进入我的世界原始这么多容易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叔 嗨我是俊松 欢迎收看听听看 俊松好可爱的盆栽哦 你这个盆栽去哪里买的 哦这个不是买的 这个呢是我前一阵子去拜访 生辉联合会的 黄理事长的时候 他送给我的了 哦 理事长 为什么要送你盆栽呢 哦那是因为啊 黄理事长的本业 是从事园艺工作 不过你一定很好奇 他怎么会来担任 生辉的理事长 对不对啊 嗯我猜猜看 该不是因为他也有听障的孩子吧 嗯答对了 其实啊他的儿子你应该也认识 就是台湾的听障游泳国手 同时呢也是台湾第一位 植入电子耳的听障生 黄雨明 哦我记得雨明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的故事 嗯其实跟很多有听障孩子的父母一样 黄理事长当初呢也是因为孩子 而开始对听障教育和就业等问题 特别的关心 不过现在他可是越做越开心 因为在他的推动之下呢 已经帮助了不少听障孩子 学习和成长呢 这就叫做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吧 嗯不过我想观众朋友 应该也跟我一样很好奇 究竟在黄理事长帮助听障孩子的背后 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自己的天空 请看 黄文中是个家有听障儿的家长 投入深辉这个大家庭已经多年 也是现任深辉联合会的理事长 他热心助人 关心听障生的学习与就业等议题 经常和听障孩子及家长们交流沟通 经过了这么多年 和身回伙伴们一起努力 文中始终相信有爱无爱 持续的关怀与了解听障朋友 将能使这个社会更为和谐美好 感谢以高荣心接纳听障孩子听得不方便 以同理心协助听障孩子学习的摩擦 不方便 不同时代是创造不同的机会 那只是这个机会你要下功夫 就是要杰出必须要付出 要深入的话一定要投入 你要投入才会深入 你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你的利益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我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 或是我们在就业的过程里面 不断地自己就是要下功夫 所以我们就不放弃 只有机会就鼓励他 让他多参与 让他走出来 尤其家长愿意走出来 小孩自然就会跟着家长一起 参与社会的工作各方面 家长费 也总是我生不息 你总是 生辉这个 由听障家长们所组成的团体 已经成立多年 看到许许多多的听障家长 为自己的孩子 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 尤其是一些妈妈们 几乎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陪着他们学说话 陪着他们怎么样克服 与人沟通的障碍 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那么我今天呢 却要来介绍一位 听障儿的爸爸 黄文忠 他不但照顾自己的听障儿 也提起别人家的听障儿 真的是爱心满怀呢 文忠是桃园龙潭人 今年56岁 从事园艺工作将近30年 他有两个小孩 其中大儿子宇明 是个先天性的重度听障儿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 在宇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文忠和太太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们带儿子去医院动手术 成了国内第一位 植入人工电子耳的听障孩子 他是第一个十岁的小孩 做人工电子耳 他那时候 评估是想说 有个四岁的来做 可是很多人都不太敢尝试这样子 因为大家不愿意当第一个 所以以云庄的文工电子耳 就很多的家长来询问 是台北上课吗 是 你今天上什么 听上的小朋友吗 台北上课就对了 是吗 在日子 因为他是重度 几乎是100亿以上的那种听力 我们觉得说 假如已经十岁了 再做的话 我们会超过他的年龄 那我们想说 好 那就决定 再怎么困难的话 我们就来帮他演一个梦 猫的扑须 这个 对 对 两年前 两年前 他们引进 他们栽种交配 培育出新的品种 对 这非常难 王理事长的本业呢 是开设园艺中心 这么多年来啊 他一方面忙于事业 另一方面呢 积极的为听障朋友们 谋取福利 真的是一位大忙人 还好啊 儿子雨明大学念的就是园艺 毕业之后呢 刚好可以在家里帮忙 游子传承一波 看也是美食一桩 好 那个石头 用那个彩色石 你先用那个发泡链石 先铺八宝一层 然后上面铺那个彩色石 为什么要铺这个 因为 因为 铺在这里啊 它的外形呢 会 比较漂亮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个 五六七八九十 我要摘了 听的部分他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我们都能够跟他 就是用交谈的方式沟通了 所以 有的很多家长会打电话问说 假如说装的人工电子啊 之后的 情形如何如何如何 那我们不能告诉他说装的马上就听 就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有一些部分我们就要告诉他说 他的那个术后的一个附件 因为这个路 可能你做的手术可能是百分之三十 还有百分之七十 是后面的不断的在从零归零的一个学习 让他从头一个学习 啊 辣椒很辣 哎 你不怕 不怕 这是全世界最辣的 这猪好漂亮啊 这是 它的名字是 捕虫草 啊 哎呀 啊 哎呦 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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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好玩呢 你喜欢吗 好玩哦 哈哈 做什么 要修剪啊 看到 有枯叶的时候 有枯叶的时候要修剪 好像你剪头发一样 哎呀 原意啊 真的不容易啊 你看 黄爸爸弄得满身大汗 哎 真是辛苦了 你瞧瞧 你瞧 哎呀 哎 做这个好 每天要高温啊 能力就很好啊 还汗啊 对身体都很好啊 你呢 哎 哎 厲害 来 爸爸呢 哎呀 都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体力 才能做 哎呦 你看 股子俩啊 都是肌肉的 做这个工作 嗯 一方面又看到植物的那种美 而且又可以训练身体的体力啊 各方面的 虽然说每天很累啊 可是喔 做的发挥的工作 就像是休闲 人家去公园啊 散步啊 各方面啊 我们就在自己家里的那个公园一样 就在这边休闲一样 就在这边休闲一样 有时候我在做一些志工啊 那是把它当成一种休闲的感觉一样 今天是我们这个吉祥乐 吉祥乐的爱撒 一般的人说七月哦 是鬼耶 那我们在佛教的话 是把七月 当成吉祥乐 叫做教教乐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祈福 我们先把这个头部先绑起来 高度这样 差不多啦 好 那我们先绑这个 它这个要做撒镜 它这个等一下会装那个喷雾的 因为竹子的就是有一种代表 让人进化的工具 我们都是用柜竹的部分 让整个人用人文的那种 庄严的那种会场 做一个复制 竹子还要用这个吧 不用 等一下就用那个缩带 缩带就好 我跟文中师兄 其实是在慈祭的爱撒场地里面认识的 因为我们实际在桃园地区 时常会有一些活动 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 时常会有互相支援 我也会到龙潭地区 支援他们的录影照相 还有士兵的工作 好像是这样 你在其他地区 时常也看到你的身影 大家一起 对 龙潭啊 新屋地区 也时常看到你们的身影 在一起 我们是觉得说 他是非常热心的人 而且非常开朗的人 然后这个 文中师兄是 很多事情都会抢着做 很主动 很主动 在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很主动地出来 等一下这个位置先把它调过去 调好以后固定再调这个 还好有他 我要什么我跟他讲 他都知道 他就会把我所需要的东西都给他 我们都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们父母就是用这样的菩萨的心肠 然后去带他的孩子 让孩子能够发挥他的良能 只要我们园区有布置 他就会带着儿子一起来做 其实上海讲 健康是福 能做更是福 尹云 尹云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小孩 不会惧怕说跟外界去沟通 他都会自动表达 所以他在运动方面 他不断地自我挑战 给自己的一个自信的学习 所以他现在也参加了很多的那个协会 像自行车的自行车协会 游泳部分他就可以当教练 那他可以把他的领域开阔了 有一次要参加那个 青藏奥运的比赛 那一场的奥运的那个比赛 第二期间的时候 他可以在最后决赛的时候 冲到那种前面到一二名 全场的那种大街头站起来 那种场面 就给他很大的资金 他做了他自己想做的 完成他的理想就好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想过 他会去 他想当游泳教练也当游泳教练 他想玩山田 他也玩山田 他人生的梦想 他可以去一步一步一直在实现 我们想做还做不到 他想做可以做得到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只要在后面 做支持这个动作就好了 那我们家长觉得说 做家长的很重要就是 家长是孩子的榜样 那让小孩子看到这个区块 他会同样的感受到这样 他也很愿意 在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愿意来协助更多的 像听障的啊 各方面的 他都很愿意来协助他们 所以我觉得学习啊 只要你不放弃啊 都有机会 这么多年轻的学子啊 大家齐聚在欢乐手语营 共度九天八夜的营队 来自全台各地的他们 透过彼此的交流 进而开拓自己的视野 相信他们都将有最充实的收获哦 文中在与您还小的时候 就加入了桃园生徽协定会 他和几位遭遇相同的听障儿家长 在桃园这个地方 获展听障的资源 并且担任该协会两届的理事长 民国九十九年 更在众望所归之下 担任了深徽联合会理事长一职 他特别重视每年暑假 为听障生所举办的手语营 这是一个培养听障领袖的营队 也有凝聚家长力量的实质功效呢 那我们这活动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说看到听障生很独立 在这个环境里面 以往人认为说听障生 就是需要很多的协助啊 各方面 其实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面对一些困难 沟通上的困难 进到社会去要适应环境的一个方式 他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提早在这个活动里面 就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得到 现在很多在社会上的精英 很多听障者的精英 很多都是透过欢乐手语营 今天他会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很接触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是一步步的 那来培养这些人才 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 让他见识见识 他见识外面 看到外面的世界 要不然他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讲什么他也听不懂 所以有这个机会是最好的 你好 阿公跟阿嬷特别陪孙子一起过来 可见有多疼爱孙子 很慈祥呢 赞咯 赞 我女儿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社会 让他学习独立 自己在外面自己生活的状况 是怎样的 就可以让他生以后 长大的一些学习的环境 可以找到朋友 也可以找到朋友 杨森 给你们鼓励自己 看到他啊 常常参与手语营 真是热心啊 我问你啊 你来过几次了 今年第十年 十次了 十次啊 十次啊 到现在啊 这么喜欢啊 为什么会想要来这里呢 喜欢这里什么 本来我想要用十年 回馈给大家 因为我是从2005年开始当学员 我想要 希望可以继续 继续传承下去 每一位想参加的学员啊 要先看自己有没有服务的热忱 他持续了十年 十年就是十戒 真不容易啊 哎呀厉害 你是第一次报名吗 不是 前年就有参加 前年啊 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啊 为什么会想报名呢 因为觉得很好玩 就报名来玩啊 每个厅长的学员都不太一样 各有不同啊 你今天有没有认真跳早操 有 都有吗 真的都有 帮过两次学员 今天第一次上 第一次上次过 觉得体验不错 这个感觉不一样 就是可以帮助新党的学生 有些人以为夏令营嘛 不就是让放暑假的孩子 有一个可以玩乐的地方 不过能够在玩乐当中啊 还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事物 拓展生命的宽度和广度 当然呢 是更加理想的了 也就是这个原因呢 有很多高中以上听掌声的家长们啊 都非常乐意他们的孩子来参加 声规举办的手语营 毕竟呢 这是一个专为听掌声而办的夏令营啊 我想最主要就是 他让所有的听掌孩子 颠覆了外界的想法 也让外界颠覆了 这听掌的想法 他们认为听掌声 好像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外界就是这样子的看法 可是呢 他们来这里他们什么都呢 在家里 家长对他们太过于呵护 所以这个不必做 那个不必做 来到这边 他什么都必须要做 至少他回到家以后 让悟悟惊艳的就是 原来这个他也还不错 我们学校很高兴 这次有机会能够跟生辉 可以来一起举办这样子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一方面也是学习 那一方面能够互相的成长 全部吃光光 那我们很重要是 每次我们都会去跟学校租借这场地 那也让这些大学 来支持我们听掌声的 就学这个环境 那我们也希望说很多的社会啊 企业啊 主观性就是说 我不会受益 我就没办法跟你沟通 所以我不敢禁用听掌者 那当透过这个活动以后 我们就请他去参观工厂 以后他就业的那个方向啊 让听掌声提早一点了解 早上的课程结束之后呢 下午啊就到户外实习 到各个地方参观 今天来到的是 传统的家具产业博物馆 那我特别要介绍 这个术室由民科大的学生 他们用一百根木头 去用笋卯衔接的方式去制作的 方理市长他本身就是一个 温和谦谦的君子 那人非常的客气很温和 那他的领导风格是完全的信任 比较柔软 然后绝对的把权力下放 爱心满满的那个豆花 会暖暖在心里 对 我喜欢这样的理市长 这样工作下来 我们其实也比较不会有压力 然后发挥空间也比较大 那我们黄理市长 对听掌这一块是 尽量的亲力亲为 非常的关心 你们可以把它画成有花啊 或是有房子啊 有小鸟啊 这样子 用眼睛听 用耳朵看 用心去做 我们在培养我们的小孩 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支持 各人的相助 那我们今天应该要更把这个部分 透过经验分享 也看到说同样有这样的族群的这个家长 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 家族里面互相的成长 很可喜的一件 就是说 他们不断地 在这个领域里面 自信地学习 那我们觉得 伴这个花乐手演 感觉到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活动 抱着就是感恩尊重爱 那种爱就是让它整个环境里面 大家都互爱一个感觉 你在心里面 对的事情 持续地做 就是一件伟大的事 秉持着服务厅上的精神 黄文中理事长 这些年来默默地付出许多个人的时间 以及金钱 也许一开始的出发点 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很快地就认清自己必须站出来 为更多的听障家庭 争取应有的权益还有福利 他希望任何一个听障家庭 都不会是弱势家庭 社会的包容 体谅跟接纳 将使得听人跟听障之间 完全无障碍